凤林证明广场目前正进行第二期工程 在花东重管处的协助之下 在南边施做了多功能自行车服务站 公共厕所景观绿美化工程 总经费有2400万元 预计在111年1月份可以完工 希望可以提供游客更舒适的运动场地 凤林镇在完成第一期的证明广场之后 接着在花东重谷管理处的协助下 进行第二期总经费约2400万的 行车服务中心相关硬体设施建设 9号上午镇长萧文龙进行实地会刊 感谢花东重谷管理处 以及花联县政府所给予的协助 二期总工程会是2400万 所以这个曼城公演 很感谢花东重谷花那么多经费 用在我们凤林 那二期里面有凑手 以及广场公园 我们那个厕所里面有凌翼间 因为我们希望现在目前很多人 都会用到自行车 那运动我们在这里 很早就给它规划 有凌翼间 但是去凌翼的人要投币 那也有多工龙的厕所 里面我们有补助室 我相信我们这个 凑手做好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花联最条线 是应该是最漂亮的 我们也会保护到最干净 希望说我们游客来用使用的时候 会感觉到很愉快 第一期证明广场1100万元 在完工之后 也提供给当地民众相当方便使用的运动休闲场地 而在第二期工程规划当中 除了服务中心之外 政公所也会特别规划美食区 让游客来到凤林镇 能够更了解在地风俗以及美食文化 让游客来到凤林镇 能够更了解在地风俗以及美食文化 这号称是东部第一座五星级的多功能 自行车服务站 包含了哺乳室 内有流理台 沙发婴儿尿布台 两间投币式淋浴间 免制坐式马桶 自行车架 淋浴设备 毛巾浴巾架 完善的硬体设施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运动休闲爱好者到此一游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